美国联准会决定维持原有利率不变 但基于未来局势变化 不排除有继续升息的可能 这是继9月后联准会第二次利率决策 按兵不动维持在22年高点 为了压制通膨 联准会去年3月开启40年来最迅猛的升息循环 今年明显放慢脚步 最近一次例会 官员一致决议联邦资金利率 目标区间保持在2001年初以来 最高的5.25%到5.5% 是货币政策紧缩以来 首度连两次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联准会上次升息是今年7月 美国的经济自此展现超乎预期的韧性 消费支出旺善 就业成长强劲 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外 核心通膨持续缓和 但未达到联准会乐见的水准 这是联准会今年倒数第二次利率决策会议 12月还有最后一场 联准会主席鲍尔被问到下次会议 是否有必要决定升息与否 他表示就看届时的经济数据 中央社综合报道 联准会主席鲍尔被问到下次会议